开启智慧之源 长安起源将承载长安汽车转型的战略使命 长安起源将呈现出行全新解决方案 走进数字新汽车时代实现长安品牌跃迁 长安起源A06定位为紧凑及最新家族化设计风格 前连采用宽大的格栅设计 内凹菱形蜂窝状元素进行装饰 与两侧LED大灯相连并配备导锋槽设计 整体十分大气 整体配有仿碳纤维材质的运动包围 无论是前唇、侧裙还是尾部的巨大扩散器都战斗气息拉满 车身尺寸方面 新车长宽高分别为4720、1838、1435mm 轴距为2750毫米 纤背式车身造型营造了比较富有美感的车尾 万川尾灯和中置布局的双排气装饰 都带来比较前卫的设计感 内饰配备墨比乌斯3加10.3加7英寸 三连屏仪表加10.3英寸悬浮高清中控出控大屏 双地形运动方向盘搭配流沙白和零棕绿内饰配色 运动科技与电气化更好的融合 为打造智能座舱 车内配备了包括Face ID AI智能语音助手 全系标配 N4主动降噪技术等 此外在智能驾驶辅助方案 配备包括IACC集成式自适应巡航系统 并线辅助系统 全系标配540度全景影像及透明底盘 动力方面A06 采用长安起源数字电驱系统 电机峰值功率达158千瓦 峰值扭矩330mm 电驱系统最高综合效率95% 1.5升蓝金混动发动机峰值功率81千瓦 峰值扭矩143mm 官方零百加速仅需6.9秒 此外A06还提供有Super Race 2.0塞道模式 一键按下 随之而来的是摸拟声浪和电动尾翼升起的声音 车机系统的UI设计也会整体变成橙黄色 最有趣的是还可以供消费者选择多种车型的声浪 不仅有马莎拉蒂 兰博基尼 甚至还有哈雷的声浪 把A06开在路上 在舒适模式下 日常通勤转向回馈力度不错 指向性来说 是属于同级良好的表现 有了电机的加持 让这台1.5升的发动机 似乎增加了一个非常强力的动力提升 Buff 解决了起步 一扭会出现的疲软状态 在电驱的协同下也实现更线性的输出节奏 油门踏板的响应速度也明显优于自家汽油车型 Super Race 2.0赛道模式无非就是把升档转速拉高 当然在油门响应上也会更贼 加之模拟声浪和唯一的升起 你会不由自主的更深踩油门 相比于A06起源Q05 少了那些躁动的因素 而的首要任务就是满足10万家预算用户 对于插电式混动动力系统SUV的需求 外观取消了中网的设计 整体更简洁 车头两侧屋灯出采用了类似传送门式的光带 加垂直日行灯 细节之处增加了科技感 长宽高分别为4539 1865 1680mm 轴距为2656mm 并采用5伏式低风组轮圈 配备225 55R19朝阳轮胎 内饰上经典家族式设计风格 全液晋仪表盘12.3英寸悬浮时中控屏 也同样采用了双低自行布局 新车还配有多色氛围灯 配有车载语音助手和小程序及拓展应用生态 语音助手可支持空调 音乐、天气、导航等功能设置控制 配有自适应巡航和Apple 5.0遥控代客泊车系统 Apple 5.0集成巡机到车功能 Apple 5.0还支持车内 车外钥匙、车外手机等多种交互方式 可实现Air 2级智能辅助驾驶 支持一键启动、全速段智能巡航 智能跟车、车道保持、平顺制动、速度调整等 动力上1.5升自吸发动机加电机的插电混动系统 电机的峰值功率为158千瓦 最大扭矩330mm 新车纯电续航包括60千米和125千米两种 长续航版本综合续航能达到1215千米 综合油耗低至1.33升100千米 Welt-C工矿溃电油耗5.3升100千米 0-100千米每小时加速7.3秒 新车支持快充 30分钟即可将电池电量从30%充至80% 在有电机的加持下 Q05起到了扬长臂短的优势 起步、跟车、姿态都很轻盈 在市区和高速之间的切换时 丝毫不会有像油车那种迟疑 等待之后才能爆发 同样也是采用前脉浮讯 后多连杆四轮独立悬架系统 整体调教会更明显倾向于舒适性 在试驾的过程中 面对井盖、小勾坎的处理 有都很轻盈 不拖泥带水 甚至比A06在舒适性上做得更彻底一些 以更卷的价格作为主要占据市场份额的手段 但同时还要持续注重性价比 驾驶质感和智能化配置 对于10到20万元的市场 起源已经开始鉴定的紧锣密骨的布局 对于消费者而言 将真正体会到购车与用车的双重实惠